华林县政府113年度原住民建构以及修缮住宅补助 受理申请时间更改为3月1号到4月30号 只要年满18岁的原住民族人 两年内购买含字件的房屋或是屋林 超过了7年以上需要修缮的自有房屋 都可以在4月30号之前备妥相关的文件 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施工所提出申请 购物补助每户有22万元 而修缮补助每户最高是11万元 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县福原住民行政策署表示 县福外协助经济弱势族人们改善居住环境 维护居住安全提高生活品质 每年积极向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争取相关经费 并经由13乡镇施工所受理族人们申请并且出审 再由县福核定拨付款项 以期待协助更多民族民族人们改善居家环境的品质 我们花莲县经济弱势建构修缮计划 在今年的3月1号到4月30日办理 我们建构修缮的补助 那我们的补助出宴会从我们的乡镇市公所里面去做申办 那公所同仁就是出宴到现场之后 合定符合资格的民众 民策会送到我们县福这边来做复审 那复审由我们县福会亲自下去做复宴 那通过审核之后 补助我们建构最高是22万 那修缮是最高11万元的补助 为了让各公所承办人员能够确实掌握 申办流程等相关规定 县福每年都会举办业务联系汇报 除了提醒大家相关补助标准的规定 从此也能够避免常见错误案例已再发生 期望更像正式公所承办人员在熟悉申办流程之后 更能够及时解决民众申请的时候所遭遇的疑难杂症 大家一起细手努力 以保障民众福祉为优先 也为主人权益来把关 期望更像正式公所承办人员